100年前的6月30日,一颗火球从天而降,撞击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,大爆炸照亮了周围数公里的夜空,引发的大火焚毁8000多万颗树木,波及方圆2000多平方公里,这就是昭宁的通古斯大爆炸,它留下一个至今尚未解开的科学谜团。 回放,100年前,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地区发生了大爆炸,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,但是大爆炸留下的谜团至今尚未解开,威力堪比·切尔诺贝蒂,当地时间1908年6月30日上午7时,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上空,一个雪亮的火球轰熔熔,从东南向西北掠空而故,画像石泉通古斯卡河以北同林地带,从勒拿河至石泉通古斯卡河之间,整个东西伯利亚地区, 都目睹到了这一天外来刻,一些居民甚至以为天空中出现了第二个太阳,人们惊惧于它刺眼的光芒和隆隆的响声,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上一辆列车在坎斯克临时停车,原因是列车司机物认为车厢内发生了爆炸,附近的夏通古斯克安加拉地区的村镇也出现很大恐慌,一些刚刚从日俄战争中返乡的士兵,还以为是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,火球最终在西伯利亚原始邻居上空, 7到50公里处爆炸,烧毁了数百平方公里的森林,并引发4.7至5级地震,西伯利亚,欧洲和美洲的广大地区均感到了明显震感, 据后来专家测算,爆炸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当量的1000倍,数灵毁损程度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,第四发点击组爆炸后,周边环境受损程度相当,只是没有可服着污染而已,幸运的是,坠落缺人际孩子,没有造成大的人员伤亡, 但是,据爆炸中心数十公里之遥的,一处埃文基当地民族,就称通古斯人,中国称热温克人,牧民营地,切身感受到了爆炸的巨大威力,帐篷被强大的气浪掀翻,猎犬精的四散奔逃,近千头迅入顷刻毕命,埃文基由牧民族有个不成文的族规,如果发生森林大火, 去立刻放下手中的火去灭火,这样,在爆炸引发森林大火之后,营地的男人们便立刻奔赴事发地,他们在途中惊讶地发现,他们经常光顾的两座山丘突然消失了,一座被移为平地,另一座变成了一个湖泊,沸腾的湖水不断往外喷涌, 联想到爆炸之前空中出现的火球,善良的牧民们认为,这肯定是民族传说中,邪恶的火神奥德大显灵了,于是,他们停止了前进的步伐, 请来了见过市民的当地商人苏子达猎父,后者警告牧民们,要对此事守口如瓶,否则森林将被焚毁,野兽会被吓跑, 他们乃以生存的天然猎场,将遭嘴灭性破坏,正因如此,埃文基人曾多年是爆炸发生的未禁区,不敢涉图, 原因,爆炸成因众说纷纭,究竟是什么引起通古斯大爆炸,专家莫中一世,目前有陨石说,彗星说和流星说等假设, 正因为大爆炸被留下足够的物证,还引发了关于他的诸多猜想,继陨石撞地球的原始猜想后, 1927年,苏联物理学家库利克律第一批科学考察人员抵达通古斯大爆炸现场,当时判断,认为是巨星陨石撞击地球, 但考察队却始终没有找到陨星坠落的深坑,也没有找到陨石,只发现了几十个平底浅坑, 有人于1934年首次提出彗星说,认为划破大气层的那个巨大火球并非陨石,而是彗星的彗核,彗星的主要成分是气体合冰, 这可以解释为何爆炸现场没有找到太空物质,但是后来对哈雷彗星的研究结果显示, 这一假说并非无懈可击,因为彗星中诸如规划部这样的高熔点物质,所占比例比预想中要高很多, 而这些物质在爆炸燃烧之后仍会有残留。 二战后,苏联物理学家卡萨叶夫来到日本看着广场的废墟,顿时想起了通古斯, 两者显然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,因此卡萨叶夫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 他认为通古斯大爆炸是一艘外星人驾驶的核动力,宇宙,飞船, 在降落过程中发生故障,而引起的异常核爆炸,这一观点曾空洞一时, 然而这种推测却找不到任何科学的一遇,和武器问世后, 空股斯大爆炸再次引起世人关注, 他与核爆的表征实在太相像了。 苏联科幻作家亚利山大卡萨叶夫,于1946年,提出了一个大胆猜想, 坠毁于西伯利亚密林的火球,不是普通天体, 而是携带和装备的外星球太空飞船,天外飞船所, 受到了飞碟迷们的热烈追捧。 1948年,美国天文学家林肯·拉帕扎,提出反物质假说, 认为是一个残有反物质的陨石,创击地球造成大爆炸, 1973年,美国物理学家艾伯特杰克逊和麦克莱提出黑洞学, 认为通古斯举石,其实是一微型黑洞, 从西伯利亚贯穿了整个地球。 另外,一些科学家,试图宿主于地球本身的因素, 有人认为严层裂缝一出的沼气大规模聚集,最终引起爆炸, 有人则认为是特大闪电造成大爆炸。 更有人大胆猜测,大爆炸系地球人所为, 是美国物理学家特斯拉,在进行远程无限能量转换系统实验时, 不慎计算失误而养成的大火。 另外,有一些学者认为,通古斯大爆炸, 是地球本身产生的自然现象, 例如地下可燃气体集中爆发假说, 也有人认为是一颗巨型球星闪电击中通古斯, 人们误以为是大爆炸等等。 2004年7月,俄罗斯科学家尤里纳夫宾等人, 在爆炸地区附近,发现了两块奇怪的黑色石头。 2007年8月10日, 位于俄罗斯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, 通古斯太空事件, 基金会大楼就指前的一块重达三吨的通古斯陨石不翼而飞。 取基金会主席,俄科学家尤里纳夫宾称, 失窃的巨石,是引发通古斯大爆炸的捆持了一部分。 2004年,拉夫宾将其买下后, 一直陈列在基金会大楼前, 一百年未找到残存物, 由于通古斯地区地处偏远, 大爆炸发生的最初十几年中, 一直无人问津。 1921年,苏联自然科学家列欧尼德·库利克率领苏联科学院的考察队, 前往西伯利亚收集相关研究资料。 当时的报纸普遍报道说, 火球坠落地位于叶尼赛省的坎斯克地区, 但是库利克在广泛倾取目击着证词后断定, 火球的确经过叶尼赛省的上空, 但最终坠落地点是在石泉通古斯卡河附近。 这样,在经历长达六年的找寻后, 库利克的考察队于1927年首次进入爆炸区域, 队员们发现了被烧毁的大片林地, 认定这应是大鱼石坠落所致, 不过,他们搜遍周围的林地, 没有找到预想中的陨石碎片和陨石坑, 只发现了一片沼泽地。 库利克在巨爆炸中心66公里的瓦那瓦拉安营渣寨寨, 曾先后组织过六次大的考察活动, 这位探险家曾运用过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, 在当地修建机场和窄轨铁道, 以运送人民和物资, 将沼泽地的水抽干, 找到陨石的遗骸, 然后在瓦那瓦拉建造一个巨大的科学宫。 陨石研究者们可常年在这里从事科研, 为实现自己的宏愿, 他不断向苏联人民委员会和科学院催腰经费, 甚至和领导炒断, 但是, 筹措的资金依然是捉襟见肘, 工人又缺乏, 当地埃文基人即便是徐以重化, 也不愿涉足禁地, 加上当时苏联多数科学家, 对同古斯神秘陨石的科研价值并不看好, 库利克的宏伟蓝图也只实现了不到一。 三,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 苏联科学院陨石委员会, 终止了野外的考察研究, 冷战结束后, 大批西方科学家和考察队蜂拥而至, 不过迄今为止, 他们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, 无法解开通古斯大爆炸的最大谜团, 连去上空分明发生了巨大爆炸, 而且从爆炸威力来看, 坠毁的天体应该有数千吨之举, 但为何这样的庞然大物在爆炸后, 没有留下任何的残留物质?